杨坚背着半截身体的冯泉再次走出了酒店 路上 他询问了郭凡的情况 毕竟冯泉和郭凡是一起行动的 眼下冯泉活着 另外一位遇鬼者郭凡却依然下落不明 我不知道郭凡的位置 他关掉了通讯 躲藏了起来 不过按照我的估计他应该没有死 只是有一些秘密需要隐瞒所以才会和我选择分散自保 冯泉回忆了一下当时的情况 这么说来郭凡还在这酒店里了 杨坚目光围动 他回头看了一眼 冯泉道 十有八九 不过我被那只鬼袭击了 失去了一半的身体 他也绝对好不到哪里去 那就暂时不管他了 我和这个人交情不太好 让他自求多福吧 杨坚想了一下 觉得郭凡的事生是死 都影响不了自己接下来的行动也就没有太关心了 走出酒店之后 两个人就身处于鬼物之中了 这个时候冯泉道 我的另外一半身体在鬼物之中 需要把那只鬼引出来然后限制 这只怕又要麻烦腿割你辛苦一趟了 不过鬼物并不难对付 你腿割你的能力相信可以很轻易的压制他 规律是什么 杨坚直接问道 冯泉道 鬼物中的鬼会根据这农物内的动静来锁定目标 如果有人在鬼物之中乱跑的话很快就会被鬼找到 然后杀死 活下去的方法是站在原地不动 只要你不搅动鬼物 那只鬼就不会袭击你 当然 这只是大概率不袭击 并不是一定的 鬼物中的鬼会在鬼物之中不停的移动 一旦被碰上同样会杀人 所以普通人被卷进鬼物之中后唯一的方法就是站在原地不动 等鬼物自行离开 千万不能乱跑 乱喊 杨坚听完之后顿时恍然 难怪自己每次进出鬼物的时候身后都似乎有人在跟着 一旦出了鬼物之后身后的那种动静却又很快的消失了 这是因为自己的出现搅动了鬼物 所以被鬼给盯上了 我引那只鬼出来 杨坚此刻收回了鬼玉 然后背着逢拳在鬼物之中大胆地行走起来 行走之间带出的风搅动了周围的浓雾 那有几分灰色的浓雾在不停地翻滚 涌动 瞬间就打乱了鬼物内的宁静 犹如平静的湖水之中突然多出了一条月出湖面的鱼儿 将平静的湖面给掀起了波澜 在浓郁的鬼物之中行走了片刻 一开始周围十分的安静 到后来 周围的情况逐渐的有些不对劲了 附近的浓雾之中隐约出现了人形的轮廓 似乎正在不断地游走在附近 并且逐渐地向着这里靠过来 浓雾之中听不到声音 视线也受到了极大的影响 如果是普通人的话 这个时候已经迷失在了浓雾之中 甚至是把鬼引来了自己都不会知道 等知道的那一刻必定是死亡来临的时候 阳间虽然收回了鬼欲 但他的鬼眼却依然可以勉强地看清周围的情况 鬼物对视线产生了影响可也不至于完全失明 周围的雾越发得浓郁了 此刻就连呼吸都显得有些怪异 每呼吸一口都感觉有种莫名的寒意侵入肺腑 让人忍不住浑身发寒 腿哥 那只鬼来了 冯犬此刻低声提醒道 呼吸是不是感觉有些阴冷 这是那只鬼的杀人方法 一旦那只鬼靠近之后 周围的鬼物就会变成一种可怕的诅咒 每一次呼吸 每一多代一秒身体都会遭受鬼物的侵蚀 如果是普通人 在鬼物之中的鬼袭击的时候仅仅只需要接触到一下 身体就会迅速被铜化 阳间看了看自己的手臂 并没有发现异常 如果被铜化之后会怎么样 身体会变成浓雾消散 只剩下身上的衣服 而那之后鬼物会变得越发浓郁 同时鬼物笼罩的范围也会再次变大 在这里死的人越多 鬼物就越厉害 是一种成长性很可怕的存在 不能放任不管 冯犬脸上带着浓浓的担忧之色 我这次行动失利 这鬼物的鬼跑出来我是要负很大责任的 还未说话 他的语气又陡然一变 要出现了 那只鬼就在附近 我能感觉到 通过身体对周围浓雾的感觉 冯犬很精准的就判断鬼就在自己两个人的附近 毕竟他是曾经驾驭了这只鬼的人 没有人比他对这只鬼更加的了解 杨坚义高人大胆 面对这种并未彻底复苏的鬼 心中也是底气十足 他目光闪烁 鬼眼睁开 搜寻着周围的浓雾 很快 他目光锁定了左前方不远处 那片伸手不见五指的浓雾之中 那片浓雾之中一个人形的轮廓越发的清晰了 正在不停的往这边靠近 而每一次靠近杨坚都感觉周围的温度 似乎下降了好几度 同时鬼物的侵蚀也越发的严重了 这是一只仅仅只是靠近就能杀人的鬼 再靠近一点 杨坚继续保持着行走的动作 因为这样做可以将那只鬼引来 同时脚下的影子形成了一只手掌的形状 正在不停的往那只鬼延伸过去 鬼影大部分都在压制逢全的立鬼复苏 能动用的部位不多 他只能做到伸出一只手来 不过他相信对付这鬼物也足够了 大概过了十几秒 鬼物之中的鬼终于出现在了他鬼眼的视野范围之内 和自己相距也仅仅只有五米左右 杨坚看清楚了鬼物之中的源头 那是一个由浓雾凝聚而成的人形 有四只五官 但身形却极其不稳定 仿佛风一吹就要立刻消失在这片浓雾之中一样 和周围的环境完美融为了一体 基本上很难分辨出浓雾和这只鬼的分别 唯一有差距的是这只鬼的形体是由更加浓郁的物凝聚而成的 和周围的环境做对比的话还是勉强可以发现的 然而雾鬼却并不完整 它的上半身是浓雾凝聚 下半身居然是冯泉的身体 它迈着原本属于冯泉的双腿走来 似乎无法摆脱那具身体 坟土的原因吗 两只鬼互相形成了克制 阳间看见 那雾鬼没走几步都有一些暗褐色的泥土掉落下来 那是残留在冯泉身体里的坟土 不过看这情况 再过一两天就要全部掉光了 到时候这雾鬼就会彻底脱困 摆脱缝泉下半身的束缚 再次回到鬼雾之中去 和这片鬼雾融合 那时候才算是真正的鬼雾复苏 复苏之后也许鬼雾笼罩的就不是一座酒店了 也许是好几条街道 一座城市 再近一点啊 阳间一边走 一边等待着那雾鬼靠近 鬼影画作的手已经在旁边等待了 只等靠近之后一把抓住这只鬼 陷阱很简陋 任何一个人都可以看出端倪 但鬼却是按照一种固定的方式行动着 不会理会你的陷阱不陷阱 五秒之后 浓雾之中的鬼走进了阳间的攻击范围 在这种范围内出手的话 阳间不认为有失败的可能 折伏在地上的鬼影立刻立了起来 如一只漆黑的手掌一把抓住了雾鬼的双腿 雾鬼似有挣扎反抗的意思 但却无济于事 随着鬼影入侵 由浓雾凝聚而成的上半身正在迅速的溃散 周围的浓雾也在不断的溃散 限制成功了 阳间缓缓的开口道 还是腿哥你厉害 这种级别的鬼对你而言已经没有威胁了 冯犬笑着称赞道 他也看见了周围的浓雾正在以一个不可思议的速度消散着 这是厉鬼被限制的征兆 衍生出来的灵异也会消失 先别夸我了 当务之急是帮你把身体接回去 你身体里坟土已经复苏了 这鬼物也快了 不知道两只鬼能否可以重新恢复平衡 阳间说出了自己的担忧 同时背着冯犬的上半身迅速的走了过去 将压制成功了的下半身和他的上半身放在一块 然后用鬼影拼凑起来 犹如拼积木了一样拼凑这已经断开了的身体 身体拼凑并不难 对阳间而言已经是轻车熟入路了 但冯犬能否能活却不一定 遇鬼者的身体状态很难用常理去推断 所以还得看冯犬是否命够大 可以了 我感觉到了自己下半身能动了 冯犬有些惊喜到 阳间说道 你虽然恢复了感觉 但这是因为我帮你压制身体里的鬼 如果我不帮你压制 你也许会立马死于厉鬼复苏 所以接下来才是最关键的时候 我要收回鬼影了 好 你收回鬼影我再试试 如果我真的死于厉鬼复苏 我也认了 干我们这一行的哪有不死的 冯犬点了点头 脸上没有露出害怕的神色 对他而言今天的这条命本身就是捡来的 没有阳间帮他强行续命的话 之前在酒店就已经死于厉鬼复苏了 所以现在有机会可以活下来 哪怕机会不大 这对他而言也是一件十分惊喜的事情 就算是最后死了 也至少多活了这么一段时间 杨坚此刻也不多言 立刻收回了无头鬼影